9月12号,宾州两名州警遭伏击,一死一重伤 联邦与地方动员超过400人,搜捕嫌犯 31岁男子弗林,经过7个星期的丛林大搜捕 警方总算在今天将他弃不归案 弗林受过枪击训练,具有野外求生经验 他被列为十大通气要犯 这几个星期以来,弗林躲在父母亲住家附近的邻区内 由于他熟悉丛林,警方认为这项丛林弃捕被弗林 当作是场生存游戏 9月12号,弗林伏击两名州警造成一死一重伤 在警方找到的日记本中,弗林还写下当时袭警的过程 因此被当作是冲着执法人员而来 由于弗林还有步枪弹夹以及爆裂物 因此在7个星期的搜捕行动中 警方警告附近学校居民撤离以免遇害 今天弗林被捕,警方并未对逮捕过程做出详细说明